注意看这只可爱的猫咪居然攻击自己的主人 每次小姐姐只要一靠近笼子 猫咪就会对着小姐姐呲牙咧嘴 乃凶乃凶地发出警告 小姐姐以为她在笼子里太敏感了 于是放她出来 结果一出来就攻击小姐姐 吓得小姐姐连连后退 一旦咬住绝不松口 小姐姐只能全副武装自己 里三层外三层将自己包住 小姐姐无奈只能将她关回到笼子里 就在小姐姐伸手关门那一下也不放过 还好小姐姐有了防备 猫咪叫托尼 原来也是一只温柔可爱的小猫咪 由于最近自己搬了家 托尼也跟着搬了新家 紧接着托尼就生了一窝小猫咪 然后就开始攻击人 小姐姐给她打扫猫杀 托尼也是不依不挠地阻止 小姐姐给她投喂食物 也是要戴上手套 即使戴上手套小姐姐的手也被抓破了 小姐姐再次全副武装 尝试将托尼放出来 可托尼是好的把手放在托尼面前 这让小姐姐一阵后怕 小姐姐只好请来兽医 兽医和托尼打招呼 而托尼回复她的是呲牙咧嘴 兽医表示托尼现在非常的生气和害怕 同时也很累 兽医分析可能是因为由于搬了新家 再加上自己生了小猫咪 对新环境没有安全感 所以才会有保护小猫咪的举动 随后兽医便对托尼眨眼睛 托尼也眨眼回复 原来在猫咪的眼中 对着猫咪眨眼 是不会伤害她的表现 跟着小姐姐也对着托尼眨眼 托尼也给予回应 他们好像又重新建立了关系 托尼也没有像之前那样 对着他们呲牙咧嘴 似乎已经放下了防备 三天后 小姐姐又请来了香薰治疗师 让猫咪闻了之后 会放松激动的心情 托尼闻了之后 连叫起来都可爱了许多 此时觉得猫咪可爱的扣666 没过多久 治疗师打开笼子 托尼走出笼子 但他并没有攻击人 自顾自的走到边躺了下来 似乎这一个月对他来说太累了 小姐姐伸手去摸他 他也没有生气 小姐姐感叹 这一个月以来 和托尼斗智斗勇 他自己也很累 这真的是一种神奇疗法 快对你们家猫咪眨眨眼 看他会不会回复你